网络配图新疆称包讯 记者流行草通讯员孙志磊 逛街过程中阴上楼梯时脚底踩空 45岁的王军在摔倒前顺手拉坏的一下同行好友李莉 结果两人一起摔下楼梯 王军受了伤 而头部着臂的李莉经常就无效身亡 之后 李莉的家属将王军告上法庭 要求索赔各项损失共计80多万元 8月12日 记者从巫市沙伊巴克区全民法院了解到 该案经过一审 二审后 巫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审为执疑审员判 判决王军赔偿李莉家属各项损失70余万元 相承无责 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7年10月20日下午 王军与李莉一起去杀区一家山城逛街 当两人准备从二楼楼梯下至一楼时 引王军脚下突然踩空 失去平衡的他在摔倒 前顺手 换了一下右侧李莉的衣服 结果两人一起摔下楼梯 头部着底的李莉当场昏迷 健壮 大家赶紧将李莉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遗憾的是 八天后 李莉最终因抢救无效身亡 死亡人因西特重行颅脑损伤 事后 王军在公安机关叙述事发经过时说 我和李莉一块下楼梯 时不小心一只脚踩空失去重心 本能反应 一把抓住那李莉的衣服 然后我俩都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我俩在下楼梯时 并没有遇到阻导物 经过警方调查认为 王军的行为既不属于故意 也不属于过失 属于意外事件 当二舰进入审理阶段后 杀区法院工作人员也去 事发楼梯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 认为事发楼梯较为平缓 宽度适中 医生法院精神理后认为 王军和李莉共同下楼梯时 王军失去平衡 进而拉盖李莉 导致李莉头部撞击地面 住院拔天后死亡 死亡人因特重行颅脑损伤 因此 王军的拉盖行为 与李莉的死亡 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理应承担全部责任 同时 经法院工作人员现场查验 该楼梯台阶正常平缓 台阶宽度适中 并未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该商城对李莉 不存在不作为的安全保障侵权 也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 王军赔偿李莉的家人死亡赔偿金 桑赞费及精神润害 抚慰金等共计72.6万余元 商城不承担赔偿责任 王军因不服役审判决 提起上诉 武士终极人民法院二审后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应当赔偿审理此案的法官说 民法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过失分为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 此案中 王军明显就是下楼梯时未见 到注意义务才导致彩空而失去平衡 如果基金的注意义务其实可避免悲剧 因其主观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属于过错的一种 踩空后实施拉债的行为 导致李莉摔下场就无效死亡 侵权行为和死亡损害后果 有因果关系 所以应承担责任 根据我国亲权责任法相关规定 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 行为人因或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亲权责任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贪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务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当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和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当 还应当赔偿伤脏费和死亡赔偿金 被侵权人死亡当 其尽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文中人物据为化名CM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判断